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例如说 find 什么呢 这边有没有看到 发现就是搜寻的字串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搜寻什么字串呢 是不是像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字里面去找 然后这个 这个数值可以不定义 通常我们都是从第一个字开始找嘛 好 所以又刮鼓 enter 所以呢 这边是不是找到130项 项这个字找到了 它在这整个字串里面的第几个 第四个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用一个 left 把它找出来 就是 left 要找这个字串的第四个 从左边开始找 left 先是字串嘛 是不是就这个字串 那 找多少码 这边是不是多少码 刚刚这边是不是射出来是四 所以又刮鼓虎 是不是变成130项 但是万一是这一个呢 就会变成什么 你用右眼也可以刮鼓虎 你用右眼也可以判断出来 它有没有 它没有像 因为没有像 所以这个地方变成问号 没有没有像的话 它会变成这个景 value 请问这又应该怎么处理 或先不管怎么样 至少你现在要先会先学会 怎么样把这个字串里面 如果有找到像 我就取出来 怎么取 用left来去取出字串 这件事情你至少要先会 这是Excel的能力 不是我们在写录制句集的能力 请你至少先找有像的来去写写看 看能不能找出来变成这样子 接下来呢 我们其实应该把这样子一个内容 扩及到其他格 怎么样扩及到其他格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判断里面有没有像 如果有像 我就去做刚刚这格的处理 如果没有像的话 我们就显示空白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所以这个是不是要改写 改写成我们加一个if的方式 控一格用ify来先去寻找 找什么呢 找这一格里面有没有像 所以呢 他说要寻找这个像这个字 逗号 在哪里找 在这个字串里面找 然后find是不是就算完了 然后又刮糊 如果有 这边是不是放if吗 这边是不是放有 那请问你 如果没有 没有是不是就变成空白 我这只是加写if而已 可是当我按一下enter的时候 例如我往下复制 它会出现这个value 那我们会希望说 它不要出现这个value 它就是很单纯 帮我去做一个判断 当今天判断出来 不是错误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个value呢 就是代表说 它就找不到里面有像 找不到 找不到跟不 这个条件不一样的 刚刚在这边是不是写说 find这件事情 这个条件嘛 find这个条件 它这边是找说什么 有像 这边是有像的时候 这个空白是没有像的时候 可以吗 请问你 跟找不到是无关的 OK 所以现在这个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会出现value 因为它找不到 但是不是没有像 找不到跟没有像 是两回事 找不到 在这个地方判断的情形是说 一辅嘛 一辅这边 什么时候是放空白 它不是放空白 代表说 这个是找像 对不对 这边是 没找到像 这边它认为就是没有像 可是跟找不到像 这是不一样的事 反正就是 这边只有判断 是 就是成立 这边是判断 不 它认为是不一样的事 既然是不一样的事 我们 又希望它呈现空白 所以我们 还有 在 唯有在 外面 再加一个 它才有两个值 它就是只有判断一件事 是 错误 一辅 一辅才会有两个情形 就是说 这边呈现值 这边不成立的时候 成立的时候 我做什么事情 成立的时候 我是不是做 这个判断 然后接下来不成立的时候 我就给它空白 好 所以我先改写一下 就是这样子才会对 然后你往下复制 好 我重新讲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 我刚刚是不是说 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做一个 很简单的 find 用韩式查找 查找 这里面 是不是看到 这边有一个 发现文字 发现文字 所以 那个文字呢 就是像 我在这个地方是像 然后呢 是去找 这个字串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 我要呈现出来的是 左边算过来这四码 所以呢 左边 左边加一个叫 left 然后 这个字串 这是阿拉伯数字嘛 我重点是先放这个test 先放这个文字 然后取 吉码 吉码 字圆 的数 那就是取吉码 这边是不是取四码 又刮糊 在接下来呢 因为 我要去判断 判断 如果说 有找到像 我才做 这件事 没找到像 我就不做了嘛 所以呢 我用 fine 我用一个if来去做 做什么呢 那判断是就是 以 有像跟没有像 来去做判断嘛 所以在这边 是不是fine的 fine的这边 发现的文字是像 然后 这个地方 我要去 找找看 在哪一个文字里面去找呢 在 这个文字串里面去找 这边 判断是写完 那 如果 有找到 这边是不是要写成立 那 如果没有找到呢 如果没有找到 是不是 就写什么 空白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因为这样做完的时候 它会产生 不是有找到 没找到 不是有像 没像 的问题 它会找到一堆的错误 找到一堆的错误 就是 没找到 像 的这个错误 不是有没有 好 是没找到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再写一个 就是用 判断 就是用一个 if error的时候 怎么样 不是 error的时候 怎么样 所以 这个叫做 if error 就是错误 假如错误 假如错误 这边就是 原本的 成立的时候 那不成立呢 不成立 这边是 value嘛 那 if error的值呢 我们就给它空白 因为它可能会呈现什么 仅 value 我不要那个 enter 接下来呢 我们去往下复制 往上复制 都是正确的 就不会出现 那个value 重点是 等一下呢 我要 这一个内容去 改写 改写我的 f 诊栏 那就请你们先 解决完 excel的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 使用这个内容 使用这个内容 来去 程式码里面 去改写 好 怎么做 这件事呢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限制拆分 编辑 我要写到这个 后回圈里面嘛 所以一样是写 sales 刮糊 i 逗号 6 等于 贴上 贴上 就是 两撇 两撇 然后接下来这是刚刚的内容 最后面再补一个两撇 好 可是呢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 这个 原本我就先加那个 用义符来判断的话 判断像 像这个字前面是不是就先要加 两撇 后面要加两撇 这个前面是不是要加两撇 后面是不是要加两撇 然后它就呈现空白 所以空白前面加两撇 后面加两撇 然后这也是空白 所以两撇两撇 就是一个条件的呈现 你都必须要前后加两撇 再接下来哦 我们是不是要把 这个数值啊 改成 i 这个数值改成 i 这个数值改成 i 你很讨厌i啊 i是罗马数字的 1 第一个字 所以变数为什么 我们都是取 i呢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 1跟i之间 是不是要划分开来 好 两撇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这边是不是也要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 就是要把字串跟变数拆分开来 所以 两撇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然后 接下来到 i的后面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两撇 这个 1跟i之间要再分开来 所以 两撇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在 i的后面 空一格 然后 and 空一格 然后 两撇 做完了 这好像比较简单 因为找一个i 再加上 它不会像 刚刚在那件数里面 有好多个 and 这里面没有看到 and 所以它比较单纯 比较简单 好 我们来执行看看 记得 就是 这个 全部都删掉 删掉 然后 这个也要删掉 好 随便 游标放任何一个地方 聚集 限制拆分 执行 是不是全部都算完了 然后呢 这一栏也算完了 你看哦 这边 130项 143项 609项 91项 请问 是不是还有none 还有号 继续加油咯 请你们先做完 像的部分